來到太平山當然要搭乘蹦蹦車 尤其這一次剛好碰上雪景 您可以看到這裡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美 宛如是仙境一般 讓手機一拿起來就拍個不停 搭太平山蹦蹦車 沿鐵軌看到樹上頁面都結冰 每輛蹦蹦車都在將近百位旅客 一路上欣賞白茫茫雪景 還有旅客來慶祝結婚週年 很幸運今天剛好是最後一賽 我們這次環台旅行 也是慶祝我們夫妻30週年紀念 剛剛呢我們是坐在蹦蹦車上 而現在已經下車距離三公里遠的 茂心車站這裡 一個多小時車程來到茂心車站 到觀景台上開心拍照聊天 但也有人繼續上到翠峰湖步道 白雪世界更加壯觀 山上緯度高天氣也更冷 衛生衣 毛線衣 羽絨衣 小的羽絨衣還有大的羽絨衣 這樣才四件而已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也是差不多啦 因為真的很冷 在翠峰湖步道這邊呢 溫度是比太平山莊還要低 因此以往我們看到在這裡 會有很多人直接就把露營車 開上山來這邊等雪 不過我們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完全是沒有任何一台露營車的 以前在翠峰湖上很多遊客 來偷偷露營 不過這裡一直來都是禁止露營的 這次因為下雪又更嚴格加強取締 不過美麗雪景要看要快 水氣上是明顯的減少的 所以今天只有東半部大海北 有些零星的降雨 雖然最冷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溫度回升的幅度還是比較慢的 目前寒流持續減弱 但入夜後還有第二波低溫 氣象書也說 周五晚上到周六清晨還是很冷 周六白天雖然有小空檔 周日晚上又有一波大陸冷氣團 周一清晨是最冷 不排除北部空旺地區出現10度11度低溫 TV新聞張茨謝謝我想SNG小組 宜蘭採訪我的